紧接着呢我们要谈一下这个立陶宛 连日来我们追踪立陶宛 获得大家很高的关注 我们还是要呼吁要去协行 协讯一下吴钊写 在外交上呢 今年传出了不断的这个坏消息 但是吴钊写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表态 大家骂这个朱立伦败选之后 推给发言人 吴钊写又何尝不然呢 对不对 断交之后 还有包括指控你旗下的外交官说 叛国 这么正的指控 吴钊写都没有出来讲句话 是跟不是 你好歹调查一下 立案嘛 对不对 还有什么样的原因 你不用出来负责吗 甚至你出来谴责一下中共啊 完全没有 不见了 神隐 要协讯他 然后从立陶宛那一端呢 传回来越来越多认错的消息 之前呢 不是人家立陶宛总统讲了吗 不是开始讲 就是说 这个以台湾为名是个错误 虽然呢 他赞成这件事情 但是他不赞成用台湾为名 因为呢 后座力实在是太大了 但是隔了两天他又改口 然后呢 我们就发现 哇 怎样 不止两亿美元的基金投资 还有两亿欧元的订单 这个呢 我们的官员没有告诉我们 是从立陶宛端传回来的 立陶宛的议员告诉我们的 这个在跟这个环球时报 在空中叫嚣的时候讲出来 还有120个货柜 还有2万名的莱姆9 还有6项 不知道是什么的MOU 原来还有这个我们还要开放立陶宛食用的小麦 大麦 燕麦跟豌豆的进口 这些也是今天才看到的 也就是说呢 立陶宛国际间他在挺台湾 树立了一个标准价格 这个就叫做他的价目标 价目标在这里 算一算百亿 什么大麦小麦金额可能不太多 至少我们还拿到了东西嘛 那这个两亿的订单 订了什么 不知道啊 MOU U了什么 不知道啊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立陶宛挺台的价码大公开 在国际间这个后座力 实在是副作用太大了 然后呢 人家的这个副外长也吃了诚实豆沙包 副外长说什么呢 他8月的时候感觉良好 他说我们就算支持台湾 也能够活得好好的 全世界都会看得到 8月的时候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然后呢 到了现在 他告诉我们 没想到以台湾的名义来设立代表处 一事会造成如此大的经济损失 都会让其他国家看得到 这是立陶宛的副外长 吃了诚实豆沙包讲的 讲的其实跟他们的总统讲的是一样嘛 之前立陶宛的前总统也出来讲话不是吗 他说像这种挺台湾这种事情 是大国该做的事情 轮不到我们小国 然后这个平面媒体报导说 你看立陶宛的政府刚开始评估太乐观 他认为我们在台湾的问题上搞事情 搞事情什么意思 操作嘛 所以是不是朋友 不是嘛 然后我跟董哥交朋友 会不会想说去搞董哥 不是 去搞事情 搞一个事情来 并不会给自己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 然后事后证明自己错了 错了怎么办呢 要开始自救 所以立陶宛的政府的尝试自救 就是施压台湾 打开市场是选项之一 所以你知道吗 两亿美元的基金投资 两亿欧元的订单 包括什么大卖小卖的市场开放 原来是被施压的 是因为立陶宛的损害控管 我发现我在这边损失了很多 那我要从哪边去补回来 我就施压台湾嘛 因为你 所以我这样 所以你要补偿我的损失 是这个概念吗 所以他说这个 所以因此台当局就宣布 在立陶宛投资两亿美元 同时还成了一个特别工作组 来接收被大陆拒收的立陶宛商品 然后立陶宛的企业也很火大 对此并不乐观 认为台湾在市场规模上很小 根本没有办法跟大陆相比 还有立陶宛的经济学家 也跳出来说 就算台湾市场最终能够起作用 但是原水救不了近火 所以立陶宛的企业 正在遭受巨大的损失 还没结束 还有一个 立陶宛的工业家联盟的主席 也跳出来大吐苦水 他说呢 他们之前想的太简单了 立陶宛政府在涉台问题上的举措 真是害惨了立陶宛的企业 董哥你看看 从这个立陶宛的总统 人家是总统 登高一呼之后 也不是登高一呼 讲了这个诚实话之后 副外长 工业家主席 学者 立陶宛的企业等等 通通跳出来讲 大家都知道 原来我们太乐观了 这件事情是错误 立陶宛他当然我们以下来的结果 就是我们过去所讲 他误判情势 他不了解说 中国大陆会为了这种事情 他感到特别的光火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让你一个立陶宛 小小的国家这样一开始的话 后面很多国家 立陶宛这边还有 苏东坡三小国啊 对不对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那大家都有样斜样的话 会怎么样 立陶宛对台湾来讲 过去从来不是重要的国家 我刚刚讲的东欧这三小国里面 台湾根本连在立陶宛都没有办事处 之前在拉脱维亚嘛 对啊 你要办什么签证 要跑去拉脱维亚 去别的国家办 我们讲还不止台湾 连欧洲国家 在立陶宛是代表出的都不多 是 都不多 因为它不是很重要 可是他来打这一招 就是我们来跟你 有个台湾办事处 那台湾 台湾你只要任何一个 一个小国家跟你这样 哇 台湾就很兴奋 为什么 又可以做大内宣 国际又有谁承认了台湾什么什么 对不对 最有名就是索马力兰 索马力兰有几个省 因为叛军占领了 他们自称索马力兰 全世界没有邦交国 那台湾哇 敲锣打鼓 我们跟他互设办事处了 他全世界没有邦交国 跟你设办事处 你有什么好高兴 太高兴了 今天陈时中还特别讲 我们的高端 索马力兰也承认了 我听索马力兰 是索马力兰 几个省独立出来 是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政府就是 因为一直要抗中 然后他把所有国际 任何一个国家 都可以对你移植气死 但是对我们 我真的觉得我们在台湾 在国际间很热闹 你看本来是一件好事 然后人家立台湾总统认错 认错完之后 反正搓汤圆 搓一搓 人家认错再认错 没有啦 我不是那个意思了 就稍微扭回来 刚扭回来 人家立台湾的副外长 又跳出来讲话 跳出来讲话 跟放鞭炮一样 经济学家出来讲话 人家公益联盟主席 出来讲话 人家企业出来讲话 一个跟一个 跟放鞭炮一样 每个出来讲话 我们就要拿一个东西去抵 对 所以我们就一直 一直钱一直下去 所以搞了半天 这些都是被施压的结果 被施压的啊 总统一讲 我们就两亿美元就进去了 中东欧基金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朋友 你想想看 我们上个月 有一个更小的国家 跟我们是有邦交国 叫帛琉 人口两万人 帛琉总统呛台湾 说为什么你们华航 连班机都不派 11月没有班机 我们12月赶快派 因为台湾要飞帛琉 他任何一个小的国家 都可以骂你 然后我们要赶快去赔罪 我觉得最惨的是这个部分 那等于你价目表挂出来 这个书惠 价目表挂给人家看 帛琉看了以后怎么想 其他有邦 就是没有邦交 都是这个价目表 有邦交的怎么想 这个价目表只是头期款而已 这头期款 头期款 说不定只是那个补偿金而已 安慰金而已 因为他现在在叫嘛 说哎呀我们后悔啦 我们失去了那个订单 那我们就要赶快 给来点安慰金嘛 对不对 那后续呢 这100亿台币 对后续坦白说 我不知道说 那个我们的外交部 有没有先去查过 立陶宛每一年出口到 这个中国大陆 也不过才4.8亿美金 也就是说 它的损失的最大额 就大概是5亿美金左右 可是我们现在的补偿 感觉里里口口加起来 可能会超过 那你到底是补偿 还是给他逗坛呢 就是他的损失 到底有没有那么大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我觉得过去 大陆对立陶宛的采购 我相信跟对台湾的采购一样 有很多是所谓的外交采购 就是为了维持我们的好关系 就算我不需要也跟你买 譬如说他跟立陶宛的采购 这一次断掉的就是像木材 或者是乳制品奶水 大家都知道其实木材 大陆自己也很多嘛 那乳制品也不一定要跟立陶宛买 那过去为什么跟立陶宛买 就跟跟台湾买施木鱼是一样 他其实大陆不喜欢吃施木鱼 可是为什么跟我们买 因为要维持好的关系嘛 要做朋友嘛 我跟你买一点东西 但是你现在没有要跟我做朋友了 那我当然就不买啦 所以我们每次都把这个说成 这叫报复 这叫施压 可是我们要回过头去 一开始为什么会有这些贸易 一开始就来自于说 要跟你做朋友 所以跟你多减买一顿 可能我不需要 那你又跟人家讲说 我没跟你做朋友 人家当然就不买啦 你不能够说 我一方面没有要跟你做朋友 一方面你又要继续跟我买东西 全世界没有人这样做生意的 可是台湾就是这样子嘛 而且书惠 民进党就这样嘛 说实在 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看到 是在立陶宛的总统认错之后 我们才突然告诉大家 我们有投资这个两亿美元的基金嘛 当时大家觉得 这中间有没有对价关系 他去认错 然后马上说有基金 然后他就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还是挺台湾 所以是不是就因为 这两亿美元的基金发挥了效果 然后两万平兰姆酒 还是小钱啦 对不对 120个货柜 这小钱啦 那六项MOU呢 公民心签的 到底MOU什么 内容是什么 不知道 对不起 有没有丧权入国啊 有没有这个对价关系啊 不知道 然后这个更古怪 两亿欧元比两亿美金还多啊 两亿欧元的订单这是什么呢 就是立台湾有个议员 是这个挺台的 是抗中的 他跟这个环球时报的胡锡进 两个人空中叫嚣嘛 胡锡进呛他凤梨 他就呛说 哎呀你们台湾刚刚跟我们签了 这个两亿欧元的订单 大家赫然发现妈呀 台湾官员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 除了两亿美元基金之外 竟然还有两亿欧元的订单 这两笔很大 所以施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民进党过去最讨厌 国民党的盘子外交 金钱外交什么的 但现在呢光是一个台湾nees的一个代表处 还不是台湾远在立陶宛 连欧洲的欧洲其他国家都不在那边设大使馆 我们就为了这个名称 花了百亿元 书惠说恐怕只是怎样 投期款 然后你看看突然之间有没有 突然之间有一位这个小英后援会的总招 在美国的这个侨胞 侨委委员李汉文告诉大家 如果有一天当中华民国邦交数目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霸凌变成零的时候 某种程度上就是台湾独立的一天 过去这样的一个论述 大部分是蓝营在靠塞 在靠塞这个民进党 断啊断到最后 你就台湾独立了 你根本不敢宣布台湾独立 就用这个方式让台湾独立嘛 但是这个是认真的 然后你看到这个也是认真的 美国智库蓝德公司有个分析师 他就投书日经亚洲 他说呢 台湾应该要考虑 主动断绝所有邦交国 你从毫无胜算的邦交国 争夺战当中解脱出来 把重心放在发展 与重要国家的关系 除了梵蒂冈之外呢 台湾其余的友邦 又穷又小 地缘战略价值很低 这个说实话 开始有我们另外一个思考 但是当然我们看到 很多外交部的前大使 前外交官离任了才敢讲真话 外交部前次长侯平福说 这是个错误观念 脱离现实 没有邦交国 台湾就没有国际法人地位 两岸不好 外交绝对不好 朱贝里斯的前大使吴建国说 美国智库学者专闻认为 就是美国以我为尊 自我中心的说法太天真了 脱离现实了 所以你看看 从过去蓝营考塞民进党 到现在呢 乔委委员李汉文 认真的请大家思考 包括美国的智库提出这个建议 当然对于台湾很多民众来讲 这百亿我拿去买疫苗就好 我拿去买快筛机就好 我一天到晚给一下立陶宛这些钱 给这个尼加拉瓜 给这个宏都拉斯等等 对我们来讲到底有没有什么帮助 我相信如果这个话 说不定台湾还有些票 你怎么看 我们应该这样做吗 我先讲 其实我看到立陶宛这个案例 其实想到二十几年前的马其顿建交 那个时候他们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刚独立 经济很不好 失业很多 所以好像不晓得谁去牵线 答应了很多亿的要投资干什么 但是到选上了以后呢 钱没有那么多了 后来你也知道床头精进嘛 然后就断交了啦 OK 所以我想说这个是典型的金元 金钱外交 金元外交啦 我们有那么大的本钱吗 我那我们感觉就是说 其实有事情我们跟老共自己处理 女具找大哥找小弟都不好啦 坦白说啦 所以呢当然我们知道有那个空间 通常有空间通常是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说双手掌是总统跟总理不同的政党 我们有完 第二个就是说联合内阁的时候 联合内阁因为部长跟总统等等 可能是不同的党派啦 那你可能是哪边去怎么样去交好 因为下一次在改组的时候 不晓得谁会当总理总统 不知道 我是觉得擦边球是不好啦 坦白讲道累又怎么样呢 我们要跟老共比口袋谁钱比较多 他当然是比我们多啦 那回头我再讲这位乔伟 我觉得其实他头脑不是很清楚啦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为止是 实质独立某种程度啦 至少我们passport出去还可以 但是我们会希望说能进一步 人家会承认我们 不管他叫台湾共和国还叫什么那些东西 当然我们内部要取得共识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这边是没有 然后呢 自动把它降低到零 那是什么意思啊 你这边不能成长 然后这边没有是自己制断一只左手或左脚 这完全是不合理 所以这个智库的讲法是说 你把所有的邦交国 其他你自己断掉 他所有的钱都给美国上 那我不晓得 然后你看那个美国智库 我也觉得是很扯的 那你是要把台湾变成51州 还是变成关岛还是变夏威夷 也不可能 不过我必须提醒 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些 智库写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他们对台湾安全不懂 他们基本上就有外籍兵团的1450 我坦白讲 那个写的东西超扯的啦 OK 所以他基本上某种程度 我最近也看到一个就是说玉石巨魂嘛 有没有 最近也在讲说台积电是不是 我们就把它整个自己怎么样破坏了 然后你们整个世界上都整个都垮掉了嘛 我觉得这个是你知道吗 他以为他这些东西只是在内销用的嘛 爽而已啦 我觉得不是那么有知识 也不是有那么建设性的 好 我觉得很奇怪 刚刚我们制作人跟我讲 说我们的这个流量呢 在子评部分刚刚是1万7 但是碰到1万7之后 咻一下瞬间跳到1万5 这是怎样 不知道很奇怪 是被民主了吗 当然不晓得 所以还是请大家 我觉得这个突破很多限制 突破台湾言论自由的封锁 我觉得唯一的方法是 我们大家用微小的力量 像种子一样 把这些声音散播出去 所以我再次呼吁大家 第一个帮我们按赞 那第二个呢 帮我们充流量 还有帮我们把它分享出去 好 我想我这个还是请教一下董哥 所以你怎么看 我觉得立陶宛这个事情 真的是大概外交上的一个负面教材 之前这个借文吉 借大使 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他说无论如何 光是2亿美元的基金 要来开管这个价格 他一辈子的外交官生涯当中 他觉得这个价码实在是太高了 高到瞠目结舌 此力一开后患无穷 果然你包括这个立陶宛 你现在这是他的副外长 外交部的副部长 他还是执政党 那还有包括立陶宛 很多在野党也跳起来 说实话 人家在野党会不会想到 这么大一笔钱 这么好拿 执政党拿到 我在野党呢 我下次要选举 我也需要钱 所以你看现在在野党全部开始反对 然后呢 他们的这个经济学家开始反对等等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后患无穷 我们台湾在外交上真的开了一个恶力 然后吴钊燮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立陶宛他的损害还没有截止 因为他在那边投资最主要的国家是德国嘛 那我们也知道德国的马牌最近被告知 就是说你如果用的是立陶宛的零件或什么样的话 你进入中国大陆可能就会有问题 所以很多国家他发现说我们在受到牵连了 那受到牵连就是立陶宛他的势力不足 他误判情势 他认为说我可以玩这种擦边球 那我们也知道美国跟欧盟 他们最近对中国大陆有一些抵制 要抵制人家的新疆棉或者对人家新疆那些指指点点 那他们其实也在联合国表决过 其实是大败 只是台湾的媒体不会去报道这一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以这样的集市来讲 美国跟欧盟都一直告诉立陶宛 我们会挺你 他们都出嘴巴了 那这个最后的压力财务的损失 然后这些订单的流失都从谁身上去获得呢 从台湾 变成最后台湾其实最大的受害国 因为美国跟欧盟出嘴巴 并没有狮子上出什么 那立陶宛就哀哀叫 哀叫我们想说这是一个我们 好不容易在东欧开出的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让台湾好像丢掉了八个邦交国 然后我们好像可以挽回一小层 所以我们把很多精力投资在这里